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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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是我本人非常看好的一位说唱女歌手 我一直觉得从她的外形气质 再到她的创作才华以及演唱实力 她其实拓宽了花语乐坛 对于说唱女歌手的一种审美维度 她是我所有的rapper 一个Top3之类的这种 所以我希望既然来到这个舞台上了 就拿出你的浑身解数 让我们看一看 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万大 李嘉隆刚刚获得了 中国新说场2020的总冠军 他能在这样一个比赛里头 一路杀出重围拿到冠军 他是一定是非常厉害的 他那首星球坠落 简直是太火了 是真的很好听 而且呢曾经也是QQ音乐 榜单Top1的单曲 那么这一次是否可以 带来更加亮眼的表现 会让我特别特别的期待 李嘉隆和曼尼达其实是天赐声音 这个舞台上有史以来第一组 真正的rapper的对抗 他们俩可以说算是中国rapper里面 比较Top级别的了 那这样的两个人组合在一起 其实会让我特别期待 会不会带来一个先翻全场 特别炸特别燃的一个现场表现 欢迎来到512TALK在线 亲手而易语加油时刻 欢迎曼尼达 欢迎 大家好 可能是好美 那对于接下来的舞台 你有怎样的期待 就全力以赴 对 好 我们也希望全力以赴 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那我们今天的助力口号就是 Go with all your heart MING PAO VING PAO WING PAO HING PAO 月亮弯弯 看我们爱的痴狂 誓言不要讲 我的吻在你肩膀 Oh baby can you take this love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长 我的爱也那么长 月亮代表我的心 Oh yeah 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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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我的心 月亮月亮在天上 跟人们聚散无常 一个人在街上游等 爱和心力量茫茫 Oh oh 我没有想想坚强 晚晚的月亮挂在了天上 看到我们爱的痴狂 什么还是什么 我们都不需要讲 我老温落在了你的肩膀 太热光剑月光灑在我们身上 在你耳边心紧张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不已 我的爱也不会变 月亮代表我的心 轻轻的一个吻 深情打动你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 长到回忆一跳如今 我问你爱我有多深 你爱我有几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谁的心 看月亮代表谁的心 月亮代表谁的心 谢谢 我们把掌声送给李佳龙万尼塔 欢迎来到天赐的舞台 凭联心讲 我觉得这个改编蛮好的 不管是从这个里面设计唱 我觉得都是有可说的地方 但是这个的确是让我比较失望的一个表演 尤其我要讲万尼塔 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你的Rap 但是今天我没有听到你特别擅长的部分 然后你成了一个纯纯的Vocal 但是你的Vocal又并不是很出彩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你未来是真的要准备只唱不说了吗 也不是 就是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喜欢的东西都会尝试 然后我觉得人生嘛 世事何妨 可是这种尝试会不会以卵及时呢 看基谁 可是今天我觉得这个表演就 就不过关 也不是单纯给你听的吧 哇 这态度 态度很坚决啊 就我不喜欢讨好别人 然后哪怕你觉得不喜欢 也无所谓 因为我自己OK就是 我觉得想改变 果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拿到这个舞台上去探讨 今天这个尝试是失败的 所以你还会继续尝试吗 你不代表所有人 你不代表所有人 但是刚才唱得真的不好 音高的关系太去救活李嘉龙了 我知道李嘉龙也是很厉害的一个说唱歌手 所以你们两个换一种这种搭配的方式 甚至加入你们新的词等等 去重新演绎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 毕竟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是大众印象中的Rapper 然后在一个这样不一样的舞台 所以我们也有想说开拓一下 我们自己新的视野 对 然后我其实也是想 在这样一个很大的舞台上 就展示一些 然后大家就没有见过的 我的另一面吧 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 就是现在嘻哈的音乐 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们一旦立住了自己 他们就会想要去表达更多的情绪 可能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面 对 但我觉得不立谈不上破 我觉得不只是万尼达和李嘉龙 我觉得甚至整个嘻哈圈 现在都是带一个平静器 到底如何去破圈 如何能够把这个平静器打开 都是非常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时候打开 用什么方式去打开 好 刘老师 我们其实刚刚在聊那个事情 我觉得是不破不立 就是可能每个人在心里的 那个立住的那一刻是一个表写 我特别同意你说的那个 对 如果你想突破没有问题 做自己没有问题 OK 你要没有做好这个做自己的时候 别拿出来 你明白吗 在家做自己没人管你 在家怎么做自己都行 但是你拿出来的时候 你对得起观众 你对得起通告费 我相信他们都是尊重舞台的 他们来到这个舞台上 一定是觉得这个东西 是可以拿出来的 是的 他不会不拿 只不过就是说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在那个标准上 他不太一样 对 我非常希望 不论你是任何风格的歌手 千万千万别被风格给限制住 因为之前这个舞台上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歌手 我就是最优秀 你凭什么去点评我 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实际上 你真的会认为 你已经是最优秀的了吗 你现在到了那个 破的那个程度了吗 其实燕斌说的会有这样的一个 你没有力弹劾破呢 是是是 何时选择破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很感谢你们刚刚的点评 不管是我同意或者不同意也好 我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因为我 不害怕已软即逝 所以我还是会坚持我的想法 像走人生的路 就是你走着走着 就把你抵押到一个点 让你不得不做某件事情 所以就是每个人的选择 对的也好 错的也好 当你在那个点上 就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 我也蛮赞同万尼达的一些想法 因为一开始演戏的时候 是命运push我走 因为我对于戏剧一窍不通 就是一个白纸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命运 非得逼迫 你必须得去做抉择 所以什么标签是什么 sorry 我每一天都在塑造一个新的标签 因为365天 没有一天是重复的 所以我们每天都不一样 就可能跟各位老师 有一点点的不同 因为其实在座的老师们 其实都是出道很多年 然后在乐坛都是有一定地位的 我的身份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我也是刚出来没多久 我其实觉得标签这件事情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你有一个东西能被大家记住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我是这样认为的 是的 老师 这点我就其实深有体会 就包括我其实18年 当时参加比赛的时候 当时有一首歌 就特别火嘛 但那段时间其实我自己就觉得 我不想被这样一首歌给限制住 我觉得我还有其他的东西 但是回头我看过来之后 我很感谢那一首歌 让其他人认识了我 认识了我之后 然后可以去听我其他的音乐 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特别好 这个我很喜欢这场节目的原因 是因为这场节目经常会变成 音乐论坛的一个峰会的这样子 让他来高端峰会 对 两位,简短了商议以后 告诉我你们的选择 应该是你吧 所以他们都唱你的歌 也很难讲啊 肯定是你 来,二位 请问你们今天要选择的 音乐合伙人是 桃哲老师 果然 桃哲老师 桃哲不仅要致敬 还要合作 所以桃哲老师 现在你要做一个决定 在两位当中 万尼达和我们的李佳龙 选择一位进行合作 吃了多阳光之后 淡定了很多 请把唱片交给陈欢 来,藏起来 好,来 希望我做对选择 现在进入到我们的抢人环节 都在写了 我看到都在写了 冰冰老师也在写了 冰冰老师也在写了 冰冰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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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会进入到 我们的抢人环节 尽心抢人呢 请揭晓 是什么 加油 老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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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抢人的权力 但是祝福大家 张绍涵老师 三、二、一 请揭晓 万...万妮达 张绍涵老师 发出了邀请 我... 我特别喜欢 GIRL POWER的感觉 我觉得万妮达 虽然那个... 感觉话不多 但其实她是特别有想法的 一个女孩子 所以万妮达 刚好符合我心中的想法 那么冰冰呢 请接下 李佳龙 李佳龙 哇 他给我身上 今天最大的感受是 我觉得他... 很有料 但是非常的内敛 我希望可以跟你 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一个 不会被人忘记的作品 谢谢哥 谢谢 我已经知道 要跟他们合作的金曲 是什么了 我都已经想好了 我都已经想好了 我明天自己 自己开始就编曲 好有诱惑 而且我器材就在后台 都现成了 但是戴卫老师 你要想象一下 万一跟他们走了怎么办 你这一切功夫都白费了 没有 而且我跟戴卫哥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我没有想好要合作什么 因为我觉得 真的面对面的碰撞 才是HIP HOP的精神 这个说法是有点牵强了 但没关系 所以大家都要说料狠话 是不是 来啊 邵阿姨我就是金曲 严谦 早期我开始在 还没有出道 我做幕后的时候 我就在做摇滚HIP HOP 所以我对于HIP HOP 是非常有很深度的爱跟感情的 这个你没有吧 对不对 冰冰 我没有 对 没有就好 可以了 对 我没有那么多的爱 因为那个爱太大了 我只有小小的爱 我觉得我很爱李嘉隆 邵涵老师 还有燕冰老师 非常坚定地 给出了彼此的理由 一位要跟万尼达合作 一位要跟李嘉隆合作 看到他们如此地诚意 你们要选择陶哲老师的那一颗心 还坚定吗 是否有了变化 有一点 有一点 对 有一点 不是,因为 我很喜欢女性力的东西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点 然后我也想让更多年轻的女性 可以勇敢地做他们自己 对 趁热打铁,邵涵老师 我都已经在他心里了 接下来决定权交给万尼达 你是否愿意跟邵涵老师 成为音乐合伙人呢 我选择邵涵老师 恭喜 恭喜 恭喜邵涵抢人成功 嘉隆,你有没有变化 刚才那个答案有没有动摇 也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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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确实 邵涵老师这边 好紧张 我是小时候 在KTV唱 对 然后小时候特别喜欢唱您的歌 我们两个在一起 玩这些都不是问题 对 我觉得音乐就是那种碰撞的感觉 即兴地创作的感受 陶哲老师 我自己也有想过就是有一天能够 要是能够改变您的歌 或者跟您合作的话 我觉得真的就特别荣幸 因为我觉得 就你当时在我的脑海里面 李嘉隆,我的心在滴血 对不起 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悬念了 尤其是我们戴卫哥 很有可能这个结果是 那一套寂寞的编曲设备 就留在那儿了 是的 不会,不会 不要留到下一期了 李嘉隆 你是否愿意跟彦斌老师走 我 我觉得还是要固定住自己的选择 对 然后所以 估计彦斌老师真的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不忘最初的选择 如果戴卫老师 选择的是你的话 我觉得这个合作就值得期待 我们接下来马上来介绍 zyć Auntie 佳龙 恭喜李嘉隆 坚持人最初的选择 恭喜桃卓老师 问一下陶长老师中心是不是很开心 爽啊 非常舒服 很舒服 好,在这里 我们要恭喜万尼达和张绍安排队成功 我们的李佳楼和我们的陶绍老师 配队成功 非常期待